I need some west coast vibes I need some west coast vibes We got inside We got California Hi! 加州熱志你好! 我是Darrel 好久不見 最近呢除了工作忙之外 我現在開始接觸了E-Bike 所以就是電動腳踏車 那其實我以前有騎過腳踏車 不過老實講 隨著年紀逐漸的增長 我就開始有點怠惰了 一直到最近我接觸了這個電動腳踏車之後 我發覺它又讓我帶回了這個 運動的這個 一個 passion 就是讓我開始有 從南騎腳踏車的衝動 所以呢最近騎了好多的地方 那也發覺到很多 平常在洛杉磯南加州這邊看不到一些風景 所以今天 特別來測試一下 看一下這個電動腳踏車 然後讓你們看一下這個美麗的風景 我是在亞馬遜網站購入第一輛電動腳踏車 HERO名氣不大 但優勢是便宜 雖然市面上數款低價電動腳踏車選項之一 價格在500塊以內 說穿了我心態是即使 電動馬達不駕 我也可以當成一般腳踏車 為了要這個過程是驚喜連連 品質穩定出乎意料之外 這車是Swade Mountain Bike 但我懷疑能承受激烈的震動 終究車架內有多條連接馬達的電線 你若真當特技腳踏車又跳又飛 電動馬達可能很快受終正勤 我沒試過難以驗證 但當道路車養生綽綽有餘 要不要買廉價的電動腳踏車 真的見仁見智 你若講究出色性能 時髦造型 以及讓人豎起大拇指的品牌形象 那你永遠不會考慮這一輛車 換角度想 你如果尋覓一台腳踏車有附電動馬達 這台車是不錯的選擇 累的時候轉一下把手 馬達推力可讓你好好休息 一點問題都沒有 長達一個月使用 我跑遍了Saint-Dimas公園 橫跨Pomona, Montclair, La Verne, Long Beach等城市 也沿著海岸線騎乘一段 還在Real Hondo River Trail Saint-Anna River Trail各跑一趟 最長一口氣騎了約25英里 超過3小時 大部分都在一般街道或混凝土表面 沒有衝進池塘泥泥泥或翻滾跳躍 表現讓人滿意 0是電動關閉 你得以靠踏板推進 1是轉手把開啟的幅度 讓你輕鬆爬坡 2到5是電動踏板幅度 每一次踩踏板就啟動馬達 讓你更輕鬆 電動馬達是蘇州八方電氣研發 輸出功率350瓦不至於驚天動地 但是素質上15到20里 游冷有餘 以這個價格來說 個人感覺Hero Suffering 設計頗為賞心悅目 顏色有黑紅藍白兩款 我都喜歡 輪胎和煞車都不是知名品牌 但應付碎時小鏡和穿越木橋抓地力不錯 前懸吊的彈簧對震動處理中規中矩 能過濾一些讓身體疲勞的震動 來自日本Shimano的21段變速不賴 當成純腳踏車運動也有效果 前三個齒輪後七個齒輪的搭配 讓你可以攻克上坡平路與下坡 鍵字牌的搭配 27嗯 對啊 27嗯 對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